今年有不少国家领导人即将就职 但因而选在这个时候退位 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 在2023年的最后一天 按照惯例发表新年说 没想到却突然宣布退位 说要交棒长子王族Frederick 这个消息让很多人感到意外 也很舍不得 毕竟这是当近900年以来 丹麦第一次有国家元首主动退位 何况玛格丽特二世 非常受到人民爱戴 经常被称作欧洲最酷的女王 跟英国王室很像 丹麦王室并没有实际的政治权利 主要扮演象征性的角色 王室成员可以透过他们的公共形象 和慈善工作 对社会产生一定程度影响力 尽管没有实权 但丹麦王室还是非常受欢迎 尤其是女王 就好像这个国家的母亲一样 我们今天就要来好好认识这位 作风非常独特又超有个性的女王 玛格丽特二世 大家好我是凯莉 欢迎收看本集的人物放大镜 目前世界上有26个君主国 有12个在欧洲 自从英国伊丽莎拜女王 2022年9月去世之后呢 玛格丽特二世就成为了 世界上唯一在位的女王 但如今由女王统治时代 也走入历史了 现年83岁玛格丽特二世 在新年演说中表示 年龄和健康状况 是她做出退位决定的主要原因 尤其去年2月被捕动了手术 觉得自己的体况大不如前 恐怕没办法再继续服务人民了 决定把这个重责大任 交棒给下一代 在登记52周年这一天 也就是今年的1月14日 玛格丽特二世签署了退位声明 55岁的长子继王除正式继位 成为丹麦国王弗瑞德里克时事 而这个新国王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BBC报道 1990年代初 弗瑞德里克一直被视为派对 王子有时候会被贴上叛逆少年的标签 不会研究丹麦王室的专家告诉法新社 严格来说他不算叛逆 只是对自己有一天会当上国王 感到非常不自在 一直到25岁左右才建立自信 1995年王子完成学业 成为第一个拿到硕士学位的丹麦王室成员 这才让公众对他改观 他还用其他名字跑去哈佛大学 读了一年的政治学 之后被派往巴黎一年担任丹麦大使馆秘书 不只金通英德发育 还对运动很在行 参加过铁人三项比赛 也曾经从军 在海军特种部队挖人军团完成训练 同袍都昵称他为企鹅 不过就在去年11月 国宅拍到弗瑞德里克跟47岁的墨西哥名媛 出爽入队 疑似在女方住宿过夜 婚外情愁闻闹得沸沸扬扬 也因此一些八卦报认为 女王选在这时候退位很有可能是为了转移焦点 好帮儿子善后 马格丽特二世出生于1940年4月16号 刚好是纳粹德国入侵丹麦的一周后 由于当时正在打二战 就由升旗仪式取代传统的21响礼炮 不过跟当时的许多公主一样 马格丽特并不是生来统治的 根据那时候的丹麦法律 只有男性才能当国王马格丽特父亲 生了三个孩子但三个都是女儿 因此原本是要由马格丽特叔叔来继承王位的 不过1953年马格丽特13岁的时候 丹麦经过全民公投修改了继承法 允许女性继承王位 这就让马格丽特取代了叔叔 成为王位的推定继承人 这个原本无忧无虑 被家人朋友逆称Daisy的公主 很快就被送去接受最好的教育 曾经在英国的剑桥大学格顿学院 读史前考古学 在奥胡斯大学读政治 后来要去巴黎的索邦大学就读 接着是伦敦经济学院 马格丽特也很争气 从小就很有才能 而且非常有语言天分 她的丹麦语 法语 英语 瑞典语和德语都非常流利 据说还会一些法罗语 1972年老国王讲完信念 这次后突然病逝了 马格丽特随即继承了王位 那时候她才31岁 一开始公众对她抱持着怀疑态度 毕竟丹麦上一次有女王 可能是600年前中世纪尔士了 马格丽特继位时候呢 大约只有45%的丹麦人赞成君主制 但女王几十年来展现出个人魅力 对公共服务的热情 同时努力让王室更现代化 更透明 拉近了公众的距离 这些都收服了丹麦人的心 到了1990年代 有八成的人支持君主制 而且一直维持到现在 路透社报导 丹麦王室成名的开支 大概比英国王室少了八倍 这也是丹麦王室成为欧洲最受欢迎王室之一的原因 那2022年的数据来比较 丹麦王室获得大约3.7亿台币的拨款 英国王室则是烧钱31亿台币 不过对于很多丹麦人来说 王室给她们一种童话般的传统感 无论花多少钱都很值得 玛格丽特女王有很多方面都令人影响深刻 光身高就非常不平凡 有190公分 她的身材高挑 头发经常晚成一个发际 优雅又有精神 而且非常喜欢狗 在威其间和丈夫养过16只狗 其中大部分是蜡肠 还经常在没有随货的情况下 自己跑去哥本哈格买东西 非常亲民 她的时尚品味也非常有特色 大家还记得遗孤的伊丽莎白女王的色票穿搭吗 玛格丽特跟她表姐伊丽莎白的风格 很不同 她的穿着比较随意亲民 有时候戴着俏皮古怪 她完全无视往事成员 必须平淡端庄的服衣要求 反而喜欢明亮鲜艳的衣服 也经常选择各种印花图案 或是传统的丹麦民族缝设计 还收藏了超多帽子 那她最喜欢的个性单品 是一件亮黄色的花花雨衣 这可是女王自己亲手设计的 1995年玛格丽特在伦敦买了这款 通常是拿来作为桌布的防水布料 在设计师协助下 做成了场外套还帮她取名叫快乐与衣 不只帮自己设计衣服 女王还曾经设计过教会的圣衣 芭蕾舞团的表演服 以及Netflix影机里的服饰 即使身为国家元首 玛格丽特也一直维持自己的兴趣嗜好 她翻译过法国名作家 西蒙波瓦的作品还很会画画 曾经多次在国内外办画展 丹麦版的《魔戒》里的插画 也是出自女王之手 非常的多才多艺 但也并不是所有女王的行为 都这么受到大众喜爱 玛格丽特很知名的一件事 就是她是个老烟枪 而且是从十几岁就开始抽烟了 可以说是人在哪 烟就在哪 她曾经手拿着香烟 对着记者说 只要有烟灰缸 她就会抽烟 不喜欢的人 就会觉得女王抽烟不太得体 但也有不少人觉得 女王这样形象很酷 不过据说去年被捕手术后 女王终于彻底戒掉 就跟了她一辈子的习惯 另一个有趣的点是 玛格丽特拒绝使用手机 也不上网 她曾经说过 自己没有这些东西也过得很好 而且就算没手机没网路 她也能好好治理国家 玛格丽特丹麦王室是几乎没有丑闻的 但还是经历过一些公关危机 其中就包括她的枕边人风波 1967年 玛格丽特与法国外交官结婚 丈夫就成了亨里克亲王 两人结婚半世纪 感情一直很不错 但几十年来 亨里克亲王一直对自己的亲王头衔感到很不满 他想当的是佩国王 也曾抱怨过自己从来没有年薪 要向太太讨零用钱 这实在太难其吃了 最后亲王终于获得工资 和专属的工作人员 但他想要的头衔 却从来没有拿到 因此亲王2017年宣布 他死后不想跟女王合葬 以示抗议 六个月后亲王过世 国会就真的一半撒海里一半葬在私人花园里 2022年玛格丽特还无预警拔掉小儿子四个孩子的往事头衔 除了缩小往事规模外 也想让生子女们有机会享受正常无拘无数的人生 这个决定让家人和外界都感到非常惊讶 感觉好像他们做错了什么事 女王后来对于低估家人的反应感到抱歉 但并没有收回这项决定 只说希望君主制能够与时俱进迎接未来 如今这位超级做自己的女王终于可以退休享清福了 接下来丹麦王室还能不能继续维持超高人气 就看星光的表现了 好了今天故事讲完了 你如果喜欢这节目感谢分享给更多人看见 你也可以订阅LINE TODAY的官方账号 还记得每天把重要新闻包括这节目推送到你的手机里 欢迎错过了到LINE TODAY的国际来幕里 就我们所有的报道 如不放大镜 我们下周日见 拜拜 by bwd6 我们下周日见